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杨木文 今天呢,我又来了 因为今天是爱牙日 跟我走吧,我们先去诊室 去诊室之后,我给你们讲一讲 每个人的牙龈的状态不一样 牙质的状态也不一样 所以牙刷呢,大家选择的时候要看 打个比方,我的牙齿很健康 但我的牙龈很脆弱,很容易出血 那我就要选择牙周护理型的牙刷 那就相当于刷牙的时候 就不能对牙周有过多的刺激 也就是说刷牙我要选择偏软一点的 如果牙齦很健康 牙齿表面很容易有脏东西的 一般我们都建议选择中等偏硬的 这样的一个刷牙 牙眼也敏感,然后牙齿也容易刷不干净 这怎么办呢 像这样呢,只要你选择中等刷牙 或中等偏软的,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 电动牙刷能不能完全替代手动牙刷 那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先说一下 就是电动牙刷是一款非常好的工具 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刷牙的一个原理 因为无论是手动牙刷还是电动牙刷 其实我们靠的是摩擦 物理性的摩擦和一个震颤 那你想我们的手的震颤再快能有多快 那所谓的电动牙刷叫什么 叫超声波电动牙刷 所以它震颤的频率会特别的高 也就是说单纯从清洁角度来讲 电动牙刷都会比手动牙刷清洁的干净 对了,但是又说回来了 电动牙刷呢 它点用的对才能用的好 而不是说这个电动牙刷 因为我也经常看到有个朋友给我发的视频 他手里拿电动牙刷 从外面看起来像是在刷牙的感觉 那如果是这样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电动牙刷让自己啊 无论是这种旋转的还是中板的还是震颤的 它都有自己的运动的这样一个频率 我们的手只负责把电动牙刷放在牙面上 让它去按照自己的频率 去震颤或者旋转去震动就OK了 在这个过程中是不能来回的拉的 我以为就是这样正常的 那如果说它的这个频率是转圈的 而你又再来回的拉 那这个时候其实相当于 你把电动牙刷的功能都给卸 都给卸出 我使错了 对啊 所以说你使错了就没清洁感觉 还不如手动 对 诶这句话就对 电动牙刷可以天天使用了 OK 只要我们使用的方式是正确的 天天使用绝对没有问题 这些漱口里面都会有一些抑菌剂 这些抑菌剂听起来是好的 防止口腔细菌的一个滋生 让口腔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那什么是抑菌剂 抑菌剂相当于一种消炎药 那谁能天天吃消炎药呢 那如果天天用漱口液的这样的一个口腔里的情况 就是一个就是口腔菌群失调的状态 因为天天用抑菌剂嘛 口腔里的菌群就会破坏 也就是说很多好的细菌也都被杀灭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口腔里反而特别出现这个什么 口腔肥养啊 牙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啊 就总之漱口液绝对是不可以天天用的 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OK可能是最近刚洗完牙 然后你可以用上一周 或者刚做了一些口腔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外科治疗 你也可以用一周 所以漱口液是一个短期用的产品 它绝对不可以天天使用 天天使用就相当于每天都在吃消炎药一样的 因为这个我自认为我自己也是牙科大神的 玩玩今天这个蛇在这么基础上的知识 我一天数好多次 我一直以为说是口气清新剂 就是让口气变得更好一点 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多功能性在里面 所以就是所有跟牙齿清洁的产品 只要它有一些功能性的 我们这个东西都要看一下它里面的程度 尽量不要天天使用 因为今天是爱牙日 所以也是在这一天呼吁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爱护自己的牙齿 健康 记得要按时检查自己的牙齿 然后要洗牙 用牙线 好好刷牙 这些都很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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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爱牙日快乐